五杰香公所谓的庆祝劳动节 特别在香格里拉东山河度假饭店 举办113年五杰香模范劳工表扬活动 由乡长及代表会主席亲自一一来表扬 并且拍照合影留恋 感谢劳工朋友对促进经济发展 以及提高国家竞争力所做的贡献 旗海比旗海的做工会很速度很快 六杰变成慢慢慢慢工会会越来越牌 尤其是六杰在旗海的政党以后 危险性的六杰越来越增 为了八条款落成定 尤其是在公司里面吃饱了 也有很多化学的空气 做成我们的劳工的生命的损失 我们就知道了 劳工是我们国家社会家庭最重要的 賺錢的基礎 也是国家跟我们的美典最重要的国定 劳工朋友是社会重要的资助 而且乡公所为表彰他们对国家社会的贡献 特别表扬由各界社会贤答 以及劳工工会所推荐的模范劳工 共有25位 而每位受奖者都有极具体 而且值得嘉许的事迹 都为乡内的优秀劳工代表 乡公所期望透过表扬 以感谢他们对家庭及社会经济的贡献及付出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 采访报导 好 好 谢谢